蘇維中介服務法的檔案 我們看到社會各地的擔憂及討論 蘇院長已經對外表示 沒有讀過公司的法案 行政不會支持 繼續推動 所以我們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 歸零思考 加強溝通 前現場是執政黨 人民對我們的期待很盛 所以對整體的施政 我們無時無刻都要精精諦諦 最近有三件事情 我們都要檢討 警惕 第一個就是台南殺警犯 除了在最短的時間抓到嫌犯落網 我們更應該要做的就是 控定施重該修法的立體來修法 像是警戒使用條例已經在立法院 所以在下個會期 我們希望儘速協商將會通過 關於萬億間的標準檢討 昨天法務部長也宣示 在一起修法大臺也表示 將會跟行政部門 立切配合列入優先法案 保障警察執法安全 就是在保障人民安全 我們要在制度上跟裝備上 給警察同的更好的執法後盾 這件事情就是關於 數位中介修法的承判 我們會看到社會特技有許多的擔憂及堂論 目前會有這些擔憂出現 除了表示目前社會溝通原本不足 也表示法案內容有不周延不處 我們在台灣任何的議題 任何的法案都可以公開堂論 這就是民主的台灣 也就是憲論自由 蘇院長已經對外表示 沒有讀過公司的法案 情人不會支持 繼續推動 所以我們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 歸零思考 假想統統 第三件事情就是 警府在的事件 政府也正全力動員 持續的透過各種環道 加速救援受騙的國民 我們要堅定少讓這些不法組織 並且要讓主事者受到最嚴厲的制裁 最後我要再次提醒各位 針對我們的市政 任何不足的地方 都要提示的提醒 確實的檢討 加速的改善 並積極的回憶 這才能夠不辜負民進黨 青年行政派小組的這塊造型